好今天介紹的是這個變形之星變形玩具系列 然後他是TG航天戰隊 這邊有著名他是變形數字 封面是一個燙金燙銀的 這樣會閃閃發光的反射出彩虹光芒的很炫的設計 這個封面我覺得設計的是蠻好看的 背面這裡有他的一些賣點 然後他本身盒子的包裝很大盒 可是實際玩具會是 就這樣 1 2 3 4 5 所以他 我是覺得有一點點過度包裝 可是他是以機器人型態來做包裝的 所以要講他過度包裝好像也有點 有點 也沒那麼嚴重 但我是覺得實際上他玩具 完全是可以壓縮到這麼小的體積的 他用了這麼大一個盒子來包裝 我是不太喜歡這種作風就是了 所以會買這一盒就是因為他是數字變形 而且他是有主題的 就他都是變成跟航天有關的東西 就一隻一隻來看 首先1號 是說其實他這裡 這些邊緣都有上色沒有上好的地方 而且他就是很偷懶 一面這個數字的邊緣有上色 另一面就沒上色 是說他也很便宜就是了 好那他的變形很簡單就是這樣 往兩邊翻開 這個卡扣來扣這邊 對準扣上 他中間這個雙重關節都是稍微可以拉伸的 就如果你發現這裡扣上以後 他這邊是翹翹的就把他壓下去就對了 好那這邊就有他的小翅膀 可以稍微的調整一下角度 不過他 他以我這一隻來講 他四片小翅膀像這一片鬆緊度就很OK 他完全可以想調什麼角度 就調什麼角度 都是可以固定住的 但右上角這一片就會感覺比較鬆 右下角這一片就會感覺比較鬆 就這樣 好那他是變形成一個 應該比較類似火箭吧 是這樣 這邊有 嗯這算窗戶嗎 火箭會有這些窗戶嗎 又有點微妙 OK 好然後 二號 一樣他 另一面是沒塗裝的 一面是有塗裝的 而且他 這邊也都是 他都有塗裝超過這個邊界 好那二號這個 這兩邊要拔掉 好所以他也不是說完全的一體變形 算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吧 一樣 直接翻開 這裡有這個 接收訊號的衛星 就調整一下角度 好然後這兩片 再 從這個洞 去戳一下 把它戳進去 稍微戳一下就好 就不要戳到底 好 稍微戳一下就好 好 這樣二號就變形好了 他就是一個 衛星 三號 三號是 這樣 這裡翻上來 這裡 戳一下 往下放 然後 這邊對過來 扣上 上面這裡 翻開 翻開 好那 他這邊也都有卡扣來扣側面 這樣 最後是 這片 把他往另一面頂過來 就是像他這樣 雖然 側面這裡有卡扣 可是他其實整個是很鬆垮垮的 他的解決方法就是 山最上面這一橫 再往另一面扣過來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卡扣 把他扣上 這樣 把他整個頂住 從下面往上 把他頂住 這樣他就 不會有那個鬆垮垮的問題了 我覺得 這個解決方法是 蠻聰明的 然後 那 三號是 變形 我覺得算是這五支裡面 最帥氣的一支 不過他是一個 科幻風格的 戰鬥機 所以 就 我會覺得在這一套航天主題裡面 這個 太 呃 科幻風格的戰鬥機 算是 雖然造型是最帥的 可是也是 相對之下比較突兀的吧 那 四號在這裡 他是 這邊 推出來 這一個 翻過來 扣上 然後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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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把所有可以翻的東西 都翻翻看 這邊 應該不用翻下去才對 他是就這樣擺著 然後剛剛我們從底下翻上來的這個後面的噴射口把它 接上 這裡有一個卡扣 然後 不過 唉 不過他 這邊 這裡的造型會稍微頂到黑色的這邊的零件 會頂到他的邊緣 所以就是 要利用塑膠的韌性把它硬推過去 好 所以 這裡 四號是一個太空梭 好 然後 呃 這一個 就是 滑到前面來 就這樣放在這邊 然後 呃 底下會多這一小坨 算是造型上比較怪的地方 太空梭 五號 這裡 這個蓋子打開 啊 一樣 這裡 掰開 往兩邊 放 這邊 翻出來 好 所以他是那個 探月車 是這樣 好 不過 呃 我這一隻啊 欸 不曉得是不是他包裝的 呃 就是 工人沒有 包好 就是 這一片蓋板 他在包裝裡的時候是 暴力的把它扣成這樣 就是他 這邊啊 本來應該是有 兩邊有兩個小小的凸點會頂住這裡 讓他不會掉下去 可是 我從包裝裡拿出來的時候 他是一邊的凸點被暴力的往內壓到整個在下面的 在那個頂住他的卡扣的下面了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 因為他就這樣子的狀態被收在包裝裡面 所以他塑膠是有變形了 就是我現在他這一片整個是歪的 就 比較可惜 好 那這樣子就從數字一到五號變成五台不一樣的 跟 航天跟登月有關的 載具了 而且這個登月車我覺得他的滾動性也算OK 雖然都是很簡單的變形 但 此時 他還有另一個賣點 是這五隻可以合體成一隻 雖然他的合體方式也是很粗暴 首先 我們的這個 火箭這邊有四個凸點 這四個凸點用來接太空梭 後面四個噴射孔 直接這樣子對接 然後這個 翅膀 把這個推進去的部分把它往下收折 好 然後 欸 這邊 這個太空梭的頭把它藏起來 然後我們的 登月車 車頭這裡有兩個洞 就會來接這邊這兩個凸點 把他接上 然後 我們的 這個 戰鬥機 把他的飛機頭收起來 這樣 這裡露出這兩個凸點 來接 來接 5號登月車旁邊這裡兩個凸點 那衛星就是直接把這個天線的部分往上折這邊就會有兩個凸點 好 這樣子就組成一台超大的 呃他的盒子把它叫做天工空間站 雖然 雖然好像有點硬要 但是又好像確實是蠻帥的 那 他還可以合體成機器人 我們也不說 先再把它翻 先把它再拆回來 先先先變拳頭好了 拳頭是最簡單的 好就是這個火箭 這邊 搓進去 翻開 他的拳頭就藏在這裡面 好啊 扔一下拳頭就知道這一隻是要當左手還是右手了 好就這樣 然後 衛星把這兩片 零件拿掉 這兩片零件會拿來當機器人型態的大腿 也是蠻有意思的 這裡一樣 把它往上掀開 拳頭藏在這裡面 翻出來 再把它蓋回來 然後 合體的卡榫在這裡 放下來 這樣 好 再來三號戰鬥機 欸 他會用來當作 呃 我們機器人的主體 所以這個飛機頭先翻著一下 然後把它拉伸 折到後面去 這邊 會有卡扣固定 好啊 底下這裡一樣是一個滑走 可以把它往前推 再來 剛剛戰鬥機型態把它 頂死 讓他這個翅膀不能動的這兩片 把它解開 翻出來 呃 對對對 這兩片 扣得還蠻緊的 壓回去 再 拉出這個雙重關節 把它 欸欸欸 不要跑不要跑 好把它折過來 好 那這個時候側面這裡會有一個卡扣來扣 側面 好 所以他在機器人形態的時候 一樣是 會 固定的還蠻老的不會晃的 好 這 其實我真的是覺得蠻神奇的 因為你只要解開這個固定的卡扣啊 他就是鬆的鑰匙 好他 這 這個翻動的軸是超級鬆的 可是他又偏偏在 在 戰鬥機型態在 合體型態 他都可以固定的住 這個設計只能說真的是巧妙 好那他的機器人型態 到這個地步接下來我們就要拿出他的外掛零件 這一片 這一片 好 所以他的機器人型態算是蠻作弊的 就是他整個主要的造型的部分 胸口 腰啊 頭啊 都是用外掛零件來達成的 那就這邊 三個 一二三三個卡扣扣上 好那比較奇怪的就是可以看到機器人 呃 這個 這片外掛零件啊 他 他 底下這裡也還有留一個裝 可是這個裝 不管是 就是 他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扣的 就不曉得他做這個裝出來幹嘛 還是說在天公空間戰型態 其實有地方可以藏這一大片 喔 可能是吧 但我看他盒子的圖是沒有特地把他這一片畫出來就是了 好啦 總之就是這樣 然後拿出我們的二號衛星 剛剛拆下來這兩片 透過側面這裡的卡扣把它扣上 啊 那手臂就是 側面這裡 側面這裡 好 再來 我們的 太空梭 變形成腿 欸 他變形成腿呢 是 這一片 他的噴射口要再把它解開 然後他扣得還蠻緊的 等我一下 欸 解開了 解開以後 紅色這一片把它翻上來 他的腳掌藏在這裡面 把它摳出來 呃 是說這一個腳掌 哦 好 出來了 欸 蓋回來 呃 他這個翅膀呢 是直接往後面翻 然後這一片 往上 扣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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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欸 這一個噴射口應該要蓋回來才對 好 那他蓋回來的時候要小心 不要推到底這樣 因為 這個滑軌滑回來的時候會 互相頂住 所以他要這樣 留點空隙讓他滑軌有空間滑過 然後那他滑下來呢 也不要把他整個滑到底 藏起來 因為他要利用這裡 這個卡扣來扣他翅膀側面 好 所以這裡要認一下卡扣的位置 好 這樣 這個翅膀就一樣是固定住不會亂晃的 然後 這裡 有腳後跟把腳後跟也翻出來 他 還 有 前面這邊 腳掌還會跟翅膀這裡 跟他的垂直尾翅這裡有一個結合 會讓他 更穩固 吧 好 啊 呃 太空說是右腳 好其實認卡扣的方向應該也很好認說你要拿來當右腳還是左腳啊 畢竟如果把他拿來扣在左腳的話整個比例會很怪 呃 因一隻 登月車 其實整個合體的方式就 幾乎是不需要任何變形的就是他的腳掌在後面這裡把它翻出來 啊 啊 這裡會卡到的話呢就是用暴力硬扯一下 啊 轉90度 好 這邊有結合卡扣 扣上 啊 腳後跟翻出來 那 登月車跟我們的四號太空說不一樣的是他腳後跟這邊也有結合卡扣 扣上 這裡 直接結合 這樣合體就完成了 啊 合體完的缺點就是因為他 腿部這個關節真的是很簡單的一根又細 又軟的 裝去扣 所以他的 腳是非常軟的 然後造型的關係啊 他也沒有辦法擺什麼動作 甚至單純的腿前後踢他也會被這個裙甲擋到 所以他就只有手可以這樣直上直下 啊 他也沒有做任何手肘或者是膝蓋關節之類的 所以他真的就是 可以合體成機器人 然後可以變形 就是這些可玩點下去把玩 只是說 他 最後合體要靠這個外掛的大零件去表達出機器人的造型 算是讓人比較失望一點 因為他在盒子裡面是用機器人形態下去做包裝的 所以我把他從盒子裡面拆出來 呃在把玩的時候 因為他也沒有附說明書嘛 那我自己忙便 把他手腳拆開還原出1245以後再變形他身體主體的時候就發現 哇 這一大塊整塊都是外掛零件 要把他整塊拆掉 呃瞬間就有一種繪花企鵝的感覺 不過 說真的 就算他 呃沒有掛這個東西吧 他 好像 只要他這裡做一下刻畫畫一張臉在這邊其實 也還可以吧 齁就說真的好像也還過得去 齁 啊 主要重點就是這一組真的是有點便宜 200多塊就買到了 所以就算他表現不如預期的 有趣 我也不會覺得說有很大的損失 而且其實他真的也還是蠻有趣的 齁 那就是這樣介紹給大家 齁 這個數字變形 其實說真的我真的覺得他蠻有意思的 好像可以感受到他有一點 想要 呃有一點教育的理念在吧 就是 他是一個有主題的東西 喔 表現的算是很不錯 好 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